全国地级市实强出炉 江苏城市最多其中苏州居榜首 南通 烟台逆袭 在全国普通地级市中 谁的财力最强 随着今年1至10月 全国各地级市财政收入数据陆续发布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对其进行梳理发现 相比今年前三季度 台名前十位的城市位置又发生了变化 其中 苏州以2251亿元的财政收入 位居全国地级市榜首 无锡以1009.8亿元位居第二位 这一数据相比前三季度有所增大 前三季度 两者的差距是1061.68亿元 除了苏州市和无锡市 江苏省另外两个步入十强行列的城市 分别是排名第六位的南通市 和排名第九位的长州市 相比之下 南通市的表现可牵可点 数据显示 1至10月 南通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627.4亿元 实现逆袭 从前三季度排名第七位 升至第六位 超过浙江省温州市23.8亿元 南通市统计局11月25日公布的1至10月 南通市经济运行情况显示 1至10月 全市归上工业高技术制造业产值 同比增长39.4% 占全部归上工业比重达15.1% 1至10月 南通市货物进出口总额 2727.5亿元 同比增长28.8%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1个百分点 算下来 江苏省共有四座地集市 入围全国财力十强城市 与前三季度入围数量一样 浙江省共入围两座城市 分别是排名第五位的嘉兴市 和排名第七位的温州市 1至10月 烟台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是573.9亿元 排名第十位 这一排名 跟前三季度排名一致